那理論上呢 他已經幫我做很多事情 第一個呢 包含怎麼樣呢 包含他幫我建的一個 這一個class 那這個class的名稱叫 man activity 的一個class 然後呢 它是什麼呢 extense activity 也就是說呢 他也是一個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主要做什麼呢 主要呢 其實在android裡面 activity的角色非常的單純 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畫面控制 主要的功能就是做畫面的控制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怎麼樣 利用他 當我點了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可以幫我執行 剛剛的程式 第一個呢 其實基本上 我通常會給那個標準化流程 第一個我的習慣這樣 一 就是要宣告一個物件 二的話呢 就是連結元件 三的話呢 就是建立事件 那我通常已經把它做一個 SOP 反正就 這三件 物件 那物件呢 主要就是說 因為 android 它本來不屬於java裡面的 可是呢 它卻要在java上可以run 所以android到底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我們要先宣告一個物件 可以存放什麼呢 存放 textview 不是 跟 跟這一下 應該是畫面上我會用到哪一個 button 所以我必須要宣告一個物件 存放這個button 之後的做的所有的動作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你宣告一個button B 這邊要大小寫 要注意 那名稱的話也叫B01 好 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那它會產生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認得button這個東西 所以要怎麼 賄賂 因為androidvg有沒有 vg有沒有把它翻譯成原件 它是隸屬於android套件裡面的紙套件 原件的這個紙套件裡面的一個button的類別 OK 好了之後連結 我要把它做連結 它連結我的習慣這樣 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再把它放到後面去 因為我要強制轉型 等於強制轉 把它強制轉型為一個button 那這個button在哪裡呢 這個button在view上面 所以呢這個view 打一個list 我以為少打幾個字 你打一個f 利用list list就是acuity list acuity 它去findview 這個view在哪裡呢 在畫面上 畫面上面呢 按enter之後 那個畫面呢 因為我有safe之後 它自動會產生一個登錄檔 這個登錄檔是大r 電 id 大r裡面會有id 電 它會有個b01出現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剛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 你這個畫面做完之後 就一定要safe 如果你沒有safe的話呢 那它的id 不會被登錄到這個genel裡面的這個大r 大r裡面自動會登錄這個你的id的名稱 這個名稱 如果你沒有safe 它不會產生 這個部分是自動產生的 特別注意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如果沒有出現 我自己來改好了 好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這樣做 大r幾乎呢 你不要去動它 沒有必要不要去動它 那很多同學常遇到說 老師我明明safe了 我什麼動作都做了 但是怎麼跟你不一樣呢 我剛剛不是特別強調 你知道嗎 第一個你的工作 有沒有workspace工作區的名稱 務必不要用中文的 第二個呢 務必不要放在隨身碟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這種小細節